众所周知 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是肌肉动作片的黄金时代 一时泰龙 施瓦辛格为代表的动作 枪战片席卷了各大一幕 拥有皆是肌肉 矫健动作 拨曲精神的硬汉 成为了观众热捧的偶像 事实上 无论是大一幕上神勇的蓝博 冷酷的终结者 或是打不死的麦卡伦 其饰演者都不是武术科班出身 受此影响 大部分肌肉动作片中的动作场面 往往简单粗暴 肌肉与肌肉的较量往往是主流 直到九零年代末 黑客帝国的问世才让好莱坞 意识到动作指导的重要性 但在一帮硬汉中 也不乏真正靠自己本事的动作明星 他就是尚格云顿 1960年10月18日 比利时男子尤金范瓦雷恩伯格的妻子 为他诞下一名男婴 喜德贵子 夫妻二人自是高兴不已 为其取名上克劳德·范黛姆夏文 称其中文艺名尚格云顿 令夫妻俩想不到的是 孩子在陆续成长的过程中 近年体弱多病 陪伴其童年最多的是医院 和各种辅助药品 上世纪七十年代 李小龙的功夫片域满全球 片中他出拳如闪电 腿弓如神 一手双截棍耍得虎虎生风 五六岁时 尚格云顿便爱上了 这个华语功夫片中的小个子男人 并将他当成偶像 梦想得有朝一日能够集其一二 眼看孩子如此身体如此孱弱 加之他那么喜欢功夫片 尚格云顿的父亲便想到了一个办法 让孩子习武以提升体质 尚格云顿十一岁时 开始了练武生涯 一开始 他所接触的是日本空手道 这是一门将日本传统格斗术 结合琉球武术唐手而形成的格斗术 曾经中国武术流入日本琉球 日本本土人将九州 本州的筛 头等格斗际与唐手完美结合 最终形成空手道 此种武术包含踢 打 筛 拿 头 锁 脚 匿迹 点学等多种技术 一些流派中还带练习武器 此后 爱上习武的尚格云顿身体 渐渐变得强壮起来 为了更好地提升自己 紧接着又学习了跆拳道和泰拳 进步更是神速 眼看儿子变得如此健壮 尚格云顿的亲人们都很高兴 尤其尤金 更是为当初让儿子习武的决定 而窃喜不已 喜欢武术的朋友相信都知道 跆拳道和泰拳之间 最大的差异便是 跆拳道注重始于理 终于理的武道精神 而泰拳则倾向于杀伤力 是一门必杀技 其结果不是你胜 便是我败 在学习了诸多武术派别之后 尚格云顿不但懂得了 习武重德之真地 同时也明白只有强于敌人 才能成为王者的道理 据悉 大约在十五六岁时 尚格云顿便获得了 欧洲职业空手道协会青年组冠军 可谓是光宗耀祖 自此 他将梦想定格为 当一名武术家 十八岁那年 尚格云顿已经在武术界声名大造 他有一个非常彪悍的动作 那便是三百六十度弹梯 凭借此招计压群雄 实力一时无良 在1976年到1980年的五年时间里 尚格云顿创造了 四十八胜四负的记录 并于1979年十二日 赢得欧洲空手道锦标赛冠军 次年获得欧洲职业空手道 联盟赛中量级冠军 第十 他是人们心目中的男神 令万千少女一乱情迷 据悉 因拥有一身完美的肌肉 在某次男子健美比赛中 他还曾摘得桂冠 从一个体弱多病 身材瘦削的少年到健壮如虎的肌肉猛男 再到空手道冠军 没人能体会上格云顿所经历过的艰辛 获得健美冠军后 上格云顿的知名度大幅度提升 借着伙事 他在布鲁塞尔开了一家健身房 生意非常不错 因为儿时的梦想是成为李小龙一般的影视巨星 是以他并没有坚持多久 便将健身房低价转让 自此开启好莱坞的《驻梦之旅》 其实早在1980年 尚格云顿便参演过一部名为 Aeru Barbera的法国动作片 但反响平平 并没有掀起多大波澜 1981年 尚格云顿带着自己的作品的 Muscles from Brussels来到美国 但是这部影片没有立即获得成功 原因很简单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要想在巨星云集的好莱坞闯出一片天地 简直难如登天 刚搬到洛杉矶时 尚格云顿穷到只有7000美刀 在如此繁华的都市生存 这点钱无疑于杯水车薪 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 为了继续追梦 他不得不干一些底层的工作 此间坐过司机 买过披萨 在剧场做保安 当私人健身教练 72行 他甚至干了73行 要想在美国当演员 英语是敲门砖 然而尚格云顿只会说法语和法法兰德私语 为了学好英语 他只能一边打工一边学习 无论白天有多累 晚上仍然坚持上英语补习班 与此同时 也不忘找机会和演艺圈联系 随时准备尽锐出战 千里马常有 而伯乐不常有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 在扎克诺里斯太太经营的餐厅 上格云队遇到了他的伯乐扎克诺里斯 在扎克的举荐下 他在1984年上映的战争片 Missing In Action中文明月战先锋中 谋到了一个龙套角色 尽管角色毫不起眼 也没有受到半点关注 但他也感到非常开心 对扎克感恩戴德 同年 在低成本影片削的游戏中 上格云顿终于谋到了一个反派角色 这是一部由香港知名导演 袁奎指导的动作片 单刚主演的是 美国青年武术冠军寇特麦肯尼 故事讲述了一位洛杉矶的空手 道少年背景离乡来到西雅图 因受到李小龙精神的鼓舞 继而苦练劫拳道 最后复仇雪耻 击败俄国自由式空手道冠军伊凡 在这部片子中 上格云对以标志性的 360度旋转一脚踢中对手的头 除了展现出个人超强的武术功底之外 也表现出强烈的艺术表现力 正因在此片中的绝佳表现 这才引起了好兰物影视圈对他的注意 一路走来 即便不满荆棘 上格云顿也不屈不挠 砥砺前行 终于他迎来了证明自己的机会 同样是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遇到了佳能电影公司 K&Pictures的一个制片人 甚至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道理 他将苦练多年的精湛功夫 向制片人做了充分展示 因此得到了对方的高度赏识 在制片人的推荐下 1988年 28岁的上格云顿终于获得了 担任主角的机会 在香港拍摄成本仅为150万美元的低成本动作电影《血点》中 他饰演一名功夫高手法兰克 参加一种传自香港九龙的非法秘密拳赛 并希望成为首位赢得该赛事的西方人 然而在赢得第一场胜利后 法兰克发现自己烦恼的是不仅仅想着赢得冠军 情报局探员要他退出比赛 对手更疯狂要索取他的性命 为此 他必须在毫无规则限制的拳赛中 为自己的性命放手一搏 一部倾力演绎的作品 折服多年的上格云顿 原以为会自此一飞从天 那曾想尽然所托飞人 该片因整体效果不佳而被冷藏长达两年之久 为了让自己的作品问世 他亲自重新剪辑 并低声下气地恳求制作人 《血点》才得以重见天域 令大家意想不到的是 该片一经上映后 套房成绩竟然高达三千万美元 上格云顿也第一次尝到了 在国际影坛走红的滋味 自此 上格云顿不再是那的寂寂无闻的 好莱坞影坛汽尔 成为大家心目中功夫超群的天王巨星 片约不断的他 紧接着出演了动作片黑鹰 凭着出色的武术功底 使得他在片中游刃有余 再搭配上一身献杀旁人的剑子肉 更是功夫片的不二人选 为其他还曾被誉为阿诺的接班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随着香港动作电影《爹下神坛》 加之金融风暴席卷全球 好莱坞电影市场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此间 上格云顿参演了《拳坛雄风》 《搏击之王》《截杀威龙》《铁拳无敌》《绝地双尊》等电影 但均反响平平 即便如此 早就饱长艰辛的上格云顿并没有因此气馁 他心里很清楚 物心长胆多年 总不能前功尽弃 在李小龙精神的影响下 1992年 永不言败的上格云顿和杜弗龙格尔 连位主演了科幻动作片《再造战士》 新颖的创意和火爆的场面 再加上两大打星的青力演绎 本片刚上映便引起了很大轰动 并狂收1亿多美元的傲人票房 在1993年的动作片《无处藏身》中 上格云顿的片酬已经高达350万美元 谈及上格云顿的代表作 自身动作民相信都知道是 我国知名导演指导的动作片《终极雕吧》 天中他饰演一名失业海员赞斯 受聘于女孩纳塔莎 为其寻找失踪的父亲 和暴徒们上演了一幕幕惊险刺激的打斗 凭着此片 上格云顿成了好莱坞93年 最受瞩目的人物之一 此后 他又接着主演了《时空特警》 《街头霸王》 《突然死亡》等片 表现亦非常突出 演而优则道 1996年 他还自导自演了影片探险骑士 翠年 又与篮球明星罗德曼连妹主演了双重火力 或许是出于中国情节的缘故吧 除了和吴宇森有合作过终极把镖之外 他还和林领东合作过极度冒险 复制杀人魔 地狱醒龙 硬床百分百危险 和徐克合作过反击王级迎头痛击 至于后来的肩并下 且以为是上格云顿演艺之旅中的污点 作为一名比例诗人 上格云顿自小就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 因把功夫巨星李小龙当成偶像 从小就开始练习武术 而后获得健美冠军 多年的对武术的热爱和刻苦练习 他是第一代WKA创立人之 获得松涛流空手道世界冠军 跆拳道五代古泰拳 大师世界空手道冠军 一欧洲空手道中量级冠军 再后来 一身绝技的他怀揣着明星梦进军演艺圈 但对于巨星云集的美国好莱坞 比利时小伙无疑是个身份卑微的外国人 一步步走来 上格云顿经历了常人所意想不到的艰辛 然而他始终为演艺事业坚持不懈 为动作民们贡献出众多功夫大餐 最终完成逆袭 人生如斯 堪称完美